奧斯曼土耳其人是西突厥人的一支 原本在现在蒙古西部 截至中亚的广大草原地区生活 十三世纪初 为了躲避蒙古强大的军事进攻 而迁至小亚细亚 依附于塞尔处人的罗姆苏丹国 他的游掌埃尔托格鲁尔 从罗姆苏丹国接受了位于撒卡里亚河流域 靠近拜尖庭边境的一块很小风地 之后罗姆苏丹国在蒙古人的弓箭中解体 埃尔托格鲁尔的儿子奥斯曼继承首领职位 趁机扩大势力 打败了鄰近的拜尖庭军队 宣告奥斯曼土耳其人独立并建国 奥斯曼独立之后 访效塞尔处土耳其人的军事采与制 分封土地 令到封建关系逐渐建立 同时也刺激了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对外扩张 奥斯曼的儿子奥尔汉统治时期建立了常备军 而且依靠这支军事力量 吞并了原来罗姆苏丹国的土地 继而有张矛头指向海峡对岸的欧洲 首当其冲的是东罗马帝国 1324年 奥斯曼土耳其人兴取布鲁撒城 而且将刀城迁到尼道 1331年攻克尼西亚城 1337年又占领尼科米底亚 从而征服了东罗马帝国在小亚西亚的全部领土 奠定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基础 1345年 东罗马帝国内部因皇位之争发生内乱 奥尔汉利用他的矛盾和东罗马皇帝结盟 取得了略夺巴尔干半岛的特权 1354年 土耳其人渡过达达尼尔海峡 占领了加利波里 而且以此为阵地 大举向东南欧地区进攻 穆拉德一世统治时期 对外扩张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1361年占领亚德里亚堡 没多久在这里建都 切断了军士坦丁堡和欧洲大陆的陆上通道 令他变成了一座孤岛 接着就转向保加利亚 塞尔维亚等地进攻 巴业齐德时期 土耳其人在科索欲战役中 打败了巴尔干各国联军 吞并了塞尔维亚 之后又征服了保加利亚 亚尔巴尼亚等国 震动了整个欧洲 1396年 奥斯曼军队在当劳河半的尼科堡 几乎令到欧洲诸国组成的十字军全军覆没 巴尔干半岛绝大部分土地 被纳入土耳其帝国统治之下 15世纪 帖木尔帝国的扩张 对奥斯曼在亚洲的统治 构成直接威胁 1402年安卡拉一役 土耳其军队一败逃地 苏丹巴尔齐德被呼后 受辱而死 帝国进入内乱时期 之后 奥斯曼土耳其人 又掀起新的扩张高潮 1453年初 土耳其苏丹亲率步兵7万多 骑兵2万多 从海陆两面围攻军事坦丁堡 军事坦丁堡 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西岸的一个海甲上 地势险耀 东南马尔马拉海 沿海地区足有防御攻势 北面金角湾入口处 有铁链封锁 西面是陆地 足有城墙和洪溝 城内军民居险防守 势死抵抗 土耳其军队一时难以取胜 之后买通热纳亚商人 假导热纳亚人所控制的加拉泰地区 潜入金角关内配置火炮 从海陆两面对军事坦丁堡发起总攻 5月29日 城堡最后被攻陷 存在了千年之久的东罗马帝国灭亡了 欧斯曼帝国从此进入了更加兴旺强盛的时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